国界最新消息来关注台海局势紧张 美国总统拜登稍早也谈到了台湾 拜登说他对台海目前的状况并不会太担心 但是看到解放军的活动这么的频繁 的确让人关切 拜登表示他不认为现阶段 中国会对台湾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 另外拜登也再度强调 裴洛西访台是裴洛西自己的决定 而大陆官媒晚间则是再度公布了 军演的最新画面 声称在台湾西南外海模拟反潜作战 而解放军海空同时出动 另外共军演训的最新区域 也增加了黄海跟渤海